走 今天真的有收金條 金條 收建商金條名表 朱立倫愛將招生鴨 收建商金條名表 收建商金條名表 那一位被移送的是誰啊 那一位被移送的是誰啊 他喔 曾是當今無敵黨政 黨主席朱立倫的紅人 新北市的前副市長 許智健 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對耶 他是朱立倫的紅人 怎麼會出現在廉政署啊 還記得三年前的文靈樂案嗎 喔 就是那個強拆士林王家 引起大家不滿那個案子嗎 對 就是那個被搞得 灰頭土臉的樂陽建設 他喔 也敢去碰 那家建設公司喔 去年找了中間人 以許智堅女兒婚禮為由 送了三條如兩金條 還有兩支名表 換去喔 他護航這家建設公司喔 通過都跟審議啊 另一家喔 保新開發公司喔 過去在標案喔 也常被退回 業者喔 透過關係喔 找上許事件 送上四百萬元匯款 這家開發公司喔 所送的案子喔 之後就屢送屢過了 還真的硬喔 他先前所講的話 我想你們的子彈進來 他們都會實現 有收金條嗎 有收金條嗎 那我們這個過程是很清白的 也沒有說這個送什麼好吃 去年檢調喔 去年檢調喔 在偵辦葉斯文收取遠雄 兩千六百多萬匯款時喔 許思堅喔 就嚇到提早申請退休 喔 他想要逃避追查喔 結果喔 還是被檢調給揪了出來 都會進去嗎 來 走 來 走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可以了 坐 你對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小心後面 這一場喔 朱立倫喔 離總統大位喔 就越來越遠喔